7月29号上午,成都大运会武术项目比赛拉开战目 在率先举行的男子男拳比赛中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运动员曹茂元 以9点770分一举多亏 夺得成都大运会首金 也是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的首金 这次的比赛,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我觉得这次我的表现也算是 没有辜负我们所有老师、朋友、家人 包括大家对我的期待 曹茂元自5岁开始习武 12岁便开始代表四川省武术队参加全国比赛 2015年,曹茂元正式成为四川省武术队的专业运动员 在成都大运会选拔赛时 他连夺男子男拳和男棍两项全国冠军 最终锁定了参加成都大运会的门票 在男子男拳的赛场上 曹茂元从起誓到结束仅用了1分33秒 但这1分33秒的背后 是他二十余个寒暑的苦练 曹茂元这个运动员应该说是认识他的老师 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性 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 但是呢这个运动员呢 他不光光有天赋 他很自律 他比更多人都明白 就是说体育运动要想走向成功 他必须要有更多的纯粹 谈及今后武术的打算 曹茂元表示 这次大运会并不是终点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虽然我现在年龄也算不上很小了 就26岁大运 但是大运会是我的第一个国际赛事的比赛 我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终点 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还有梦想 我觉得这是做一个更大的鼓舞和起点 和使命去 在自己运动生涯拿到更多的冠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